各位朋友各位菩薩大家早安阿密突破 這個 今天早上 要一起 看一下學生菩薩 提了一個問題 我們暫停講一下 我們今天要看一個同學菩薩 問的這個問題 臉書直不上我已經附不上 南庭幾序的問題裡頭說 記起所知記卷的記 表示已經 既來之者安之處之人意 方之人意 人不歸夫就用人意 禮月招來 已經來了就要使他安定下來 如今議程既然已經來了就安穩的過 讓這還能 還能都解釋成已經嗎 既然與已經解釋能相通嗎 他還附上圓王王子 這很負責任 至少還附上圓王王子 結果我們點進來 之後一看用他的關鍵字 發現人家並沒有這樣說 我見這次的學生 菩薩他後來再加上去 前面這個倒是有 那他這個引號也無可厚非 通常引號裡頭一定是你引文裡頭一模一樣 才能加引號 假如你是 傳達他的意思 你就不能加引號 最多把一些關鍵字照著原文的關鍵字 引號就是表示明確的 精確 一字不差的引用 所以才用引號 我們看到前面 他這個後面也無可厚非 因為有時候我們自己講話為了強調也會加引號 所以 找了原文沒有這個 那就表示這個應該是 乳清液成他自己覺得是這樣 或者他有看哪裡參考資料 這倒是他就沒有講清楚 這樣 不太適當 當他安定下來 現在 有 有 對不對 好 他可能用手機就不好複製了就 你看 果然有 確實 好 好 林下 這不是他引用的 他引用的可能是前面 人不歸服就用人義禮義招來 一進來了就要是他 他問一下 人不歸服就用人義禮義的德政 找來他只是少了德政 他可能用打字的話 真是 注意你引用要負責 不要漏了幾個字就不好 尤其現在電腦的話 人家一查沒有還誤會你 怎麼加引文 所以要注意 大體沒說 漏了德政 已經來了就要死他 已經來了 人家有鬥號他沒有 當然無可惑為 可是謹慎嚴謹一點還是要小心一點 這可愛的狗是什麼呢 就是 A A的Block 因為廣告他就會把它平定下來 因為我是捐過款的嘛 贊助過他們 這狗好像像殭屍一樣不可愛 應該其他的都不錯 黑白也沒眼神 然後 黑白的怪怪 看還有沒有別的動物 有廣告他就會換成 你看這個是風景圖片 欸 這個圖 黃佩宏老師講用意經意挂的時候 好像用過這個圖片 老師這個是什麼 更挂就相對於是哪一個 他會換成貓狗啊或者風景圖 所以可見這裡有兩個廣告 把他置換 好 第一個我們要強的就是說 我們先到我們獎勵者 拜託下載一下我們的 好不好 劉老師辛苦做的教材也不用 不會吧這麼巧 學校的評分就這個時候給我叮叮 應該是我們家因為我現在在上傳 上傳我們那個C++的實境秀 那個不是我學生怎麼辦呢 我每一個實境秀 像我藍廳集序 打一下 我現在就在用 Google 因為怕這個 網路比較不順現在在上傳 在塞 你看 我們關鍵自由去實境秀 一查就我了 你不信的話 我用 對啊 我用這個無痕模式 對啊 遵守真的嗎 只有我 當初 這個取名這個 大陸竟然 有時候那個什麼優酷不夠穩 自己還抓去 你看 你看還是 這個整個都 對啊 大陸會刪掉 這每一個下面都會有 課文縮減應該啦早期的我怕比較不會 因為那時候 早期學校還沒提供這個 免費空間 因為我這個有裝那個延伸的這個 擴充 MU2這個 擴充功能 所以跟你們顯示的不太一樣 這比較方便 對照 時間從你一點就馬上跳到哪裡 對照很方便 有嗎 有嗎這個課文有啊 所以拜託 我現在用的就是這個 一模一樣 可以嗎 這不想下載的至少也 可是不想下載的格式又會 跑掉 他是新部的券 課文是新部 你得這樣一個一個一個去找 那你下載的可以點那個超連結 超連結因為這是文本裡的超連結 在這個預覽是用不到我可以從後面找可能還快一點 對啊 對啊 就是這裡有沒有 現在要看 拜託 好歹 那我學生的話除了 我詩巾秀的 檔案說明裡頭有付 再來就是 是我學生的話 討論區嘛 像其中考 考古題 只考了一個藍品集序一課都不到 到現在都還沒教完 都要期末考 那這裡也有付 我後來想一想像學校跟我們講說 期末會考會考哪幾課 那也是給老師一個標準啦 所以 改考券 給分數都是老師 老師全力對 這也是大學一個的 所有的學生有自由 老師也有 老師全權負責 對啊 尤其今年我開始沒有叫同學 去買課本 只是跟你講課本用哪一本 是自由的 就比較沒有那個壓力好像教沒幾課 然後教你買那麼厚的書 那其實哪一課不是這樣哪一個 尤其那個用外文書的更誇張對不對 一本比一個很厚 他們教多少 主要是自己看 那其實一學期只教一課又怎麼樣 我們只教一課而已嗎 絕對不只 你還是停留在以前那種高中思維 喔 然後 一課教完教另外一課 你們學了那麼多 可到現在為什麼還 尤其藍瓶積蓄高中不是學過了 現在怎麼還有問題 以前學的不到 透徹 對不對 不到地 沒有真正完全弄通弄 現在問題就一大堆 就好像蓋房子 偷工減料 久了 你死拿到文憑 久了是不是就 毛病就出來 人身體的保養也是都是一樣道理所以才講七星大法 什麼不是這個 你下一次上課要帶大家把這些 想龍十八掌 跟我附送一遍 像同學問那個問題 你看你 等下我們會帶你就知道 就來自責暗自 這很好你 跟我學那麼久了 我想這個同學也是有缺考 大概知道是誰 他留一個瓶子 我的學生只有兩個有瓶 也好 好像都沒上過我的課一樣 你至少要講一下 這裡頭老師講過的方法 久揚或七星 裡頭可以用到哪個方法來 在這個之前我先賣個關子 先一步一步來 接下來我們要談的是 剛剛是跟你講教材 對不對 等一下就從這個鍵 後面補充吧 竟然在記卷 我看我的記卷 好像沒有立標題 只有這裡時候 你看你一定沒看我的教材 記什麼意思都不看 跟你附了那麼多 網址 至少要先去參考 老師順便分享一下我自己求學 跟你們一樣是做學生的時候 我什麼態度 今天我要去問一個老師問題 至少老師提供的東西 我一定要先了解 假如都沒有了解 甚至自己都沒看 哪好意思去問 其實老師提供的材料裡頭沒提到也不好 因為如果你沒看過你不知道他 講過了沒有 人家講過了你還去問是不是覺得 對啊 要言語利己 我覺得自己太不用工了 人家已經給你的資料裡頭有了 你都不讀然後就跑去問人家 這什麼態度 你自己 將心比心換成你是老師 對不對 你知道這個學生就不夠 到位 做這個學分本本就有點失格 我以前做學分是這樣奇怪 大家都學生 大家都年輕過 你們現在正值年輕的時候 為什麼標準差那麼多 當然不會不能完全都怪你們 可是 人要有一個自覺心 也許你們生長的環境就是這樣 就被人家帶壞了 就好像交到壞朋友一樣 你自己衡量不怕不是 或是有話會有用 你衡量哪一種態度才比較應該 極所不欲勿勢 你想成你自己是老師 你今天要教人家東西 你給人家材料 結果人家也不看 就跑來問你 你裡頭都已經談過的事情 你覺得這樣好嗎 是不是不是說我們是老師這樣說 自己 設身處地將心比心想就知道 這一定要注意尤其以後入社會 要求整個社會人就越來越爛 繼續這樣沒問題 小人家 不是都一樣爛的話 一比較就知道哪一種人是真的比較用心比較好 是不是就被比下去 要有這種警覺性 你看上課問這個 幾乎沒有學生看 原來我的教材裡頭都已經有 到現在的字還不懂 至少他沒問所知的字 第一個教材的問題 第二個 這個 他問這個問題 屁裡趴拉就講了一大堆 最重要你要注意一點 自己表達問題 我剛帶大家讀過一遍 你看得懂他到底要問什麼 這也是國文能力 自己要問的問題 你要先把它 整清楚 那要知道你到底要問什麼 這都是天下可以公平的 我相信不是我孫首珍覺得問題 講不清楚 你到底想要問什麼 大概能夠掌握的是 既然和已經 什麼解釋能相通什麼意思 是說既然和領先這兩種意思可以相通嗎 還是說 帶回論語這個意思 能相通還是 難聽其序都沒有講清楚 再來就是他問了 幾個問題 第一個難聽其序的 第二個論語的 對不對 第三個既然和已經兩個 兩個 字意 字的字意或者 帶回原文去解釋可不可以通 是不是至少這三部分 你看我們在講 考其中考 考你們如何想得清楚 唯一只有這個同學 好像只有這個同學讀過那本書 至少寫出來答案 絕對是讀過才寫出來 你看 提卡拉爾思考有幾個方法這個同學寫得出來 是不是 讓我給他教幾分 15分 這題不過配分才4分 我就給他 另外一家 他實得是8分 只扣了他2分 你看 如果一個字算1分 還扣少 是不是 這個是寫的字 把事情分那個分寫的 像你以為是方 方 我們暫停一下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接續 你看同學他背都背得出來 我都還背不出來 當然我就給他加那麼多了 你比我還強 提卡拉爾思考的方法有幾個方法 那迪卡拉爾著名思想下 我是故有在 還沒寫近現代文明幾乎都是他們這幾個帶頭 孟德斯就迪卡拉 對不對 起夢運動以後 西方的 還沒知道事情全貌全不能完全相信 對 這講的也是各位同學相當的通病 也是我們的通病 我也是同學屬生 把這個不好的 至少把事情分成小部分 剛好我 這就是我要跟你講的 那份我忘了給他圈起來 應該不要人部 從最簡單的開始了解 對嘛先分成小部分 然後從 這小部分裡頭最簡單的先了解 列出問題嚴肅需要無疑 就是把問題 所具備的一些條件要列出來 我們看原文是怎麼說 你看如何想得清楚他成績 元素我也打得開 你看 連到我 內部的資料庫好掃描 對不對 他之所以成為一個偉大事 是因為他的有條 一個思考方法 對不對 他在年輕的時候就開始練習這種方法 各位年輕同學 那再來這個年輕怎麼會寫這個輕 也可以啦 通常是青年倒過來 年輕是輕 輕重的輕這也是七星大法 剛好又補了 你看老師是這樣隨時你們呢你們求學有沒有這樣 我都已經拿到博士來這樣發現什麼趕快補進去 這是不是叫七星大法 輕重的輕不要死在一點上 我都還沒做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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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勒 有勒 是不是有勒 我現在要補個什麼 我問你年輕的心 對不對 輕 輕12分 年輕重的輕 重量的輕 嗯 對不對 比如說輕重 是有輕重嗎 還有什麼輕 這裡年輕的輕嗎 輕又是什麼 是年輕 不是青年 這輕是表示什麼 為什麼用輕 表示身份或經驗 不主重 不足嗎 不足怎樣 重量 份量不夠 對不對 重量會 份量不夠 到處是 這是植物動物 我們這裡當然不是植物動物 這裂不完的 是不是七星一直在流動 還不行 這樣才行 就是氫,你不要只想到重量 質量,還要想到 對不對,是不是七星 這是物質的嘛 這是人文的 對不對 物質或科學園,這個是不是人文的 層面整體中太多 是不是教你層面整體中太多 你看得到作數左右粉圓 段落他不能縮牌 畢竟 這是物質的科學語言 人文的 一層層面 回到第1頁是不是 要你 齊心這兩大心 物質的 科學的 精神 給你們寶貝喔 我們也沒有什麼智慧財產權 這得來容易就不看重 你看那個 還真的有能清,這裡的清是表示嗎 你看哪有年輕嘛,這萬年清 這就是錯別字嘛 可是嚴格來講也不對 一般人家不會寫那個年輕 那清就是他青年跟年輕搞不清楚 然後 我今天還讀他這個序 剛剛來找 這位先生你看 這人喔 他嚴謹,剛才跟各位同學講 你看他還說他 他前面的序,你看那個序還說我 我就是 用關鍵字小部分的小 去找,結果就看到小,你看我前面還用小 你看 我還非常仔細 對啦 也沒錯 他只是跟 他不是非常仔細教讀多 衝得到也非常仔細 他只是跟元素核對 仔細嗎 裡頭問題一大堆,錯誤一大堆喔 不知道是排版的問題還是他們 劉先生 台大教授 這都根據是我們跟內 無知於人也誰毀誰也 如有所欲其有所 自己打自己找 不是我們 作見你 人必知眾然後人眾之就是這樣 你不信 你看我有沒有匪當人,你自己把這本書讀一讀 你看我怎麼讀的,你看網路上 隨意喔 這本書 我哪一天要把自己 啊 我掃的是學校節 你看看我在 那我那時候要掃描的時候,這本書突然找不到,不知道放哪去 這個還 在班上給同學看 你看 他說買的書 民國幾年買 用這個爛書法字寫 認真 購於唐山 在台大附近有一個唐山做完 民國84年 王正玲老師的那個 緣故 現在獨裁,知道原來是在 跟他吃飯的時候 你看裏頭有提到 我不是 卡爾伯伯 而且這好幾版,錯誤都不改 不知道為什麼 你覺得怎麼這個態度自學,或者面對社會道 這些都有頭有臉的,至少是明教授,我們算什麼 明不見經狀 你看 你看我的博士論文說出來,你抓得到幾個錯誌 我還是抓得到 至少不會這種誇張的 我們那個還是沒有出版的東西 是不是 你看 那麼多書籤 隨便你翻一遍 我可能在當兵的時候,最後 做老兵要退伍前 吃羹的時候 也會拿來翻 消磨時間或者 打發時間 清,表示年紀怎麼清,可是就沒有人講年重 對不對 只能講年脈,相反是絕對不會 就變成,這就是外國人學的時候難的地方 因為七星 七星就是讓你腦袋要動 不能帶 那麼機械化帶腦袋,年輕就年重 笑死 人家這種 要點那個十字才會 對不對 絕對不是年重 就不能相反持年重 外國人像我們學英文有時候也會碰到的問題,我跟你講 語言原理都差不多,你哪一天用我的七星吧 我就是我,既然大家都說是我的 你用我的七星啊,就想一想 八成就是七星的問題,所以你才會覺得難 你腦袋轉不過來嘛 當你找到靈活轉得過來,你就會覺得 了解 就是在搞這種東西 不大,為什麼是清 應該說不重 無足輕重 所以有一個生命叫什麼 無足輕重 我們用小字就好 靠右邊嗎 我們用小字就好 我們用小字就好 我族輕重 舉足輕重,我族輕重 所以才說你年輕 因為你少不經事嘛 是不是 這都要懂 被一個 諸詩翻譯 學碰到一個詞彙或者成語 或者一篇古文 要徹底把它弄懂 不是學那個半吊子 半吊子想 半瓶水想到 什麼都做半吊子 都做東轟先生 差不多先生 胡適之先生 胡適之先生有名的一篇文章 差不多先生狀 竟然變成 歌詞 專輯名稱 看就知道 我才要說你胡先生也是差不多先生 你們這些大家大咖 為什麼不把國文講清楚 你推行白話文 把白話文跟文言文的關係講清楚 你還不是也是差不多 你也是啊難怪中國最有名 沒錯 胡先生也是差不多先生 你也是姓差名 差不多 你看你現在晚輩包括我在內為什麼國文能力還那麼差 我自己是自學突然領悟才這個 那時候有教我們是這些嗎 都沒有 你就想自己的聖明你自己文學好 你管其他國人的死活 不是嗎 那為什麼只有你一個胡適好啊 因為每個人都做胡適那你胡適才有出息 只有你一個胡適 你自己好別人不好 你有什麼用 那我身手真我靈恩我最差 那你不好我就教啦 是誰不好 我行的本事都偷給你啊 我 自己讀懂像現在要解答學生問題也是用這些方法嘛 那等一下你看我怎麼用九號成功 對不對 胡適之會跟你講這些嗎 看這個這也是有頭有臉的嗎 絕對嘛 至少我還沒有出過一本書嘛 他知道這一點就比我強 你自己讀過這本書你看 裡頭的問題多不多 搞不懂這社會到底是怎麼樣的社會人流 所以我學佛為什麼那麼容易棄入 太容易啊 說婆世界太容易看破放下 看了破自然就放得下 看透看破 沒清楚知道的事情不要相信他 是不是跟那個同學都回答的類似 沒清楚知道有點差 不錯了啦 可是他讀的蠻用心的 把每個問題分成許多較小部分對不對 人家也用那個分 從最簡單最容易的了解的事我開始 然後再繼續 教你才不會為難就算了 你看我錄那個西加加斯進去 我都知道我接下來就是要 所以我今天火大了要把他 12章可能從 前面卡在一個學生的期中考 要寫桌上 整個都 整個都 乾脆12章重讀一遍 人有一個多是因為人生命也有限 讀過再讀一遍 不要這樣 層面整體都拿剛剛才講 對不對 不要簡單化 問題簡單化 其實你做一遍絕對比 做 做兩遍絕對比做一遍好 利益 不是你這樣憑空去想像 你去做了 就像修行你做了你才知道 才體會 零會 那你列出問題的元素要看看這表列的是否沒有一個 他就簡化 所以 沒錯嘛 這裡質疑他的也對嘛 這表達的意思就不是 表示你如果表達不清楚表示你可能 對不對 雖然他言簡意外 表達不清楚 是原文的意思你可能沒有完全長得 就是我剛解釋的問題一定有一些要件或條件零件 你不要 問題分析的時候前面講分析問題不要漏掉 漏掉可能 問題解決方案就在你漏掉那部分 常常就這樣註息 近乎等量的良知這個我有跟上課跟大家提過 良知這裡的良知不是 有點類似 王陽明 王陽明先生王守恩先生的良知 就是一個人判斷是非對錯的能力 當答案很清楚的時候你絕對不會比那些有名的人還要 差 對不對這才第三頁你看一開始就講 同學書都不肯看 一個一個的老頑固 老文家 博士後 博士講的話都帶不動你們 講的都不聽 所以你們為什麼 一般尤其我教文化大學社會公平怎麼樣很明顯 那為什麼文化大學 你看那個李敖先生 最有名的三字經 爛學校 我唯一是跟李敖獨處在電梯裡頭 他問我什麼學校我說文化大學 他回的第一句話說爛學校 你看 他不是說我爛學生 學校為什麼爛 你看我還用學校的雲端電腦 絕對不爛跟你講這個都比台大好 我有試過台大沒有這個東西 那就是誰爛 老師爛我就代表 我不敢說全部的老師 知道我是其中一人 那我有羅爛嘛 我材料都公開 你覺得人家講的比我好 比我對比我詳盡 對不對 那剩下誰爛 人要有羞恥心 自知之言 然後在那大放絕之類 一大堆你看你查個身手真的知道 謝謝這些學生菩薩 是不是 對啊 是不是 真的是 真的非常感謝你這個也是 所以你看一下問那麼多問題 就是不肯去讀如何想得清楚安全 你又不會把問題分小 分小化 人教不如生教嘛 所以好我們就把 事情 分小化 你看 等一下我們再回來這裡 我們先一步一步 所以季卷應該是在這裡 這個是標題幾 這個是標題幾 自動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 那你就可以這裡做個 超連結打過去了 那你就可以跳到這了 你看我這個 實境秀所以要負責 後來補充的我都會註記清楚 這我們就不要那麼大字了 12號字就 第1個問題表出不清楚 未將 讓我來補充 你怎麼去 洗澡 你怎麼去 了 你怎麼去 我給你們網路上那個好 一絲也,有一個怎麼辦 你去看幹嘛 點了就可以 看到了 第四頁是不是 叫你們去看書不肯看 一個一個像老太公一樣 大家都拉不動 老漢拖車 問什麼嗎 有朋友不是要問 那這個呢 這要到 要登入裡頭才行 那這裏有一個 這裏 Copy Copy,Present Mode 複製這個 修出來的 那怕以後網路沒了 所以我們要拍下來 作為證據 我最喜歡做什麼 也忘了文學語啊 科學語 人在做天在看 所以我們這個網路 這個 那個什麼 會變大 沒差 看起來多大 看起來多大 這個太講義 三天繼續 快1妹了 好 這樣準備 解答都開始了 第一個計 前面沒有看 也附上了參考網址 他為什麼就不肯去讀了 按住控制按滑速左鍵 他都跟你講 原來就是怎樣 記事人 會 會議的會 因為他是兩個文字 一個是飯的東西 這個字是一個食物 食器 然後右邊這是一個人的形式 兩個文字 就是會合在一起 表達一個意思 就是要會議 會議字 所以他說會人跪坐於食器前 吃飽飯 轉過頭來 這個嘴巴 這為什麼一個缺口 表示嘴巴嘛 大哥嘛 不想再吃了 所以隱身為已經完成 為什麼隱身 七星大法又來了 所以你以為我剛剛在跟你拖時間嘛 人啊 靜照不同 要學著靜下來 不要光照 心服氣照 學得到什麼東西 原來是不是不值得吃 後來是不是變成時間上抽象的 或者精神上的已經 我已經厭倦這裡 這是精神了 那時間上已經發生了 那時間性啊 七星又在那裡多留 他不聽話 所以問這些問題 好像跟七星九陽都無關一樣 無關嗎 我就不知道要說什麼 你不厭 你不神 台語那個神不知道是哪個字 你不厭 我們都厭 我們都厭 我們都神啊 雖然說學不厭 教不厭 可是不能這樣 孔子也說舉意 一不予三不予兩 則不復也 你怎麼問他這時候怎麼學不厭 那是有條件是 你今天只要好學 我們不會說我累了 不想教你 你不好學 多說無欲 話不投機 但是 半句多 半句多 G 神不知道是哪一個 神 七七七轉柯柯核 你看都可以講過 天 知識也會轉七七七嘛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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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從這種聲音變化 現在去逆著去推 像警察辦案一樣 那些選擇也許會不會找到 現在沒時間扯這個 所以就是不肯看 所以記憶當然是已經啊 有什麼問題 那是不是就回答了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神經病 神經病 一定有什麼問題 只是覺得沒有問題嗎 到底你是有什麼問題 對不對 第二部回來一部分 已經絕對沒問題 寄券 第一部分的問題 券你不問 表示你應該懂啊 對不對 查字典 可以發現 也是表已經的意思嗎 來查查看 前面回答過一個同學也是不愛查字典 你們到底在幹嘛 你現在資訊你看就像老師一樣字典就像老師 跟你傳邊邊自己都不肯去用 不知道在幹嘛 我們以前拿到那麼方便的東西 人性真的是 人性真的是本件嗎 你說是不是 你以為科技越發展人類越辛苦不是 反而把人都重壞 既往不救 往是不是 過去了 過去了 過去也就是過去了嗎 還有呢 文憑網門就把既定政策 這麼定下來 然後說既定政策 敲定 既定行程 是不是也是已經 有什麼問題 既然定了 他現在可能問了 既然定了政策好像怪怪了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先解決第一個 就沒問題了嗎 其他就不要了對不對 你自己在推嗎 現在他的問題可能就是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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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ll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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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定下了政策好像就怪了 他應該問題在這 他表示不清楚 既然定下 因為 既然是連接師 你的問題是不是 我想問平同學 平菩薩 這就來了那我問你 這裡的記卷是 連接詞嗎 既往 既定 這些 這是不是九王神功第幾招 九王神功第七招是不是叫你監抓洞子就是要找對 所以這三個記是什麼記 你看既然定下的政策 你看既然定下的政策 我不敢說都 我不敢說都 邏輯以為要注意 只要厲害就不能說都 多是負實性 多 或者絕大多數 你都的話就不能有一個例外 看一下 已經看到沒有 不是連接 可是你看你也已經 當年限時 當年限時是不是也是有已經既然 已經怎麼樣 對啊 可是他有什麼特殊 特殊 你看 既 這也OK啦 既來之呢他問的這個問題還蠻好的 雖然表達不清 負負責性 負責性 對不對 負責性 額 額 有一個特徵 特色怪怪 特徵一個徵兆 惡ực 是不是 你看正好 正好大的這位同學 應該我剛跟你亂負時間嗎 都教你們不用心去體會 不也好啦 这只能说你懒惰 至少你还是比那些 根本都不想了解的人好学 前面跟你讲过老师做学生 是老师已经教了我们用心极尽能力的 很明显你问的问题 有提到我七星大法什么 老师我想过七星的也是不行 这也是感觉出来 我想过动词 词性也不对 主词 这里主词也没有问题 你根本都没提这个 等一下我就要触碰到这个问题 你真的想不通 老师再把你一点 完全的老师教的不肯去想 就是一张白纸就来问 刚刚已经问过 假如你是老师 你最好有感想 我觉得刚刚就是看到这个例子 记来之折判之不是连接词吗 我刚刚忘了 我先看完 在这个案子中 一看再阻止吧 我们可能会发展 可以看到这个案子 和画面的纸有能力的 然后我们用心极了 我先看完 所以你看國語詞戀跟不跟你講 不跟你講害死你們這些 你們就死腦筋 我不是罵你或者罵誰 我也是這樣學生嘛 可是我就會這樣罵自己言語利己 你們就是對自己太好 你看七八兩招為什麼 就是不肯用 基萊茲 澤安茲 這兩句話 有沒有省略啊 省略了主詞啊 九陽神功 生日快樂我好像都用生日 我真的喔 你看 是不是生日快樂 誰快樂 誰快樂 我沒有找到 那你還是著誰 那呀 那你還是著誰 你好 那一桑 那你還是著你 我iper 你看 會隱藏版的主食嗎 主要是主食 不會是壽食 那誰來啊 誰安啊 都不問 就反正 在那懵懵 這是不解決了 那我問你 集其所知巨見 這裡還能加幾人啊 既定政策 對不對 有省略主持嗎 已經定下的政策 既往已經過去了 有省略主持 還能再加主持嗎 有省略主持嗎 還能再加主持嗎 也是主持省略嗎 是主持的隱藏版嗎 這才真正學懂 第2部份 這是第3部份的對不對 1部份 所以既然絕對是已經怎麼樣 那上課講過既然就是已經如此 順便補充一下 這就是私的狀態 我希望妳可以用來這個 現在我會用來這個 有省略主持的 屍體 你會用來這個 要來這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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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